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现如今多数人都有睡眠问题 常年失眠多梦,入睡困难,睡不沉,还容易醒 而解决这些问题也很简单,那就是活血 只要气血通畅,心神得到滋养,就能睡得好 因此也就有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入睡难,先活血 接下来就用一个病例给大家解释这句话的含义 有个病人连续几年都睡不好 一到晚上就睡不着,难以入睡 好不容易睡着了,就做些乱七八糟的梦 并且还容易被惊醒,这一醒就再也睡不着了 为此跑了好多医院,吃了各种安神助眠的药也不管用 经朋友推荐后,来我这里就诊 询问检查后发现,这病人平日工作压力大,心情不顺 不是抑郁就是生气 每当这个时候失眠就会加重,甚至彻夜难眠 并且还会出现头痛、胸闷、刺痛的情况 日常生活还有心慌、食欲不振、腹胀、腹痛以及脖子、肩膀、腰、腿酸痛的症状 同时病人舌头颜色偏暗、偏红 上面还有些淤斑 辩证分析后认为,病人平日压力大,心情不畅 导致肝气淤质,气血流动不畅 产生血淤,淤血堵住筋脉血管 使心神失去气血乳氧 所以入睡困难,失眠多梦 并且在生气后失眠情况加重 彻夜难眠 肝气淤之后影响脾胃气肌 导致出现食欲不振、腹胀、腹痛 不通则痛 淤血堵在胸口,所以胸闷刺痛 堵在头壳,所以头痛 堵在四肢肌肉,所以脖子、肩膀、腰、腿酸痛 纵上分析,病人是气质血淤 气血流动不通所导致的失眠 治疗应该以活血为主 因此应用了国医大师严德卿前辈所开过的方子 学府诸余加减治疗 其方组成为桃仁、红花、当归、赤勺、川雄、地皇 牛膝、柴虎、智鞘、甘草、结梗 以及黄莲和甘草等药材 病人服药后医疗程表示失眠多梦 入睡难的情况明显好转 随根据自身情况加减用药后再次服用 复诊后表示睡眠正常了 并且胸闷、头痛、食欲不振等症状也缓解 于是开药巩固治疗直至痊愈 总结失眠的病因有多种 只有辩明病因对症治疗才能有好的疗效 就跟这个病人一样 病因在气质血淤 如果不盘活自身气血 那用再多药也不管用 因此中医常说辩证论治一人一方 没有看不好的病 只有不会辩证的医生 一味好中药搭配 专调脾胃病也就是这么简单